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说主啊 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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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 我在这里 可是我讲了半天选我 为什么后来选的都是别人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是说 很不公平耶 牧师不喜欢我 所以每次都用他 不用我 我们的长老 我们的小组长 我们教会的那些重要的同工 他们都看不到我 其实我很愿意被神用 上帝啊 你怎么都没有看到呢 我每次都说我在这里请拆检我 结果你都拆检别人 昨天和你分享 在施洗约翰被显明在众人之前 是这一段时间之前 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隐藏他的 刻意把它隐藏起来 你知道那个隐藏是一个保护 到时候到了 自然就是你上墙的时刻 此刻不是没有机会 是机会还没有到 那机会什么时候到 你预备好就到 在这一段练习的时刻 好像一个球员 不断地在那里练习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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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我什么时候换我上场 什么时候换我上场 当你的球技到教练觉得 够了 可以了 就是你的时候 什么时候是时候到 预备好的时候 就是时候到 我年轻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在电视上见做节目组织 我第一次走进电视台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我是一个全然的新人 我没有任何的背景 然后就是有一个制作人 他给我机会 他选了我 我就很开心 然后他就给我很多的机会 因为他给我一个很大的节目 可是呢 我是个新人 我就要预势 然后我觉得我大学的时候多厉害 我这个比赛冠军 那个比赛什么 我觉得我行 可是他一直不让我上场 他一直磨 一直磨 一直磨 一直练习 一直磨 一直练习 我都觉得你既然给我机会 你签了我 我跟他签约 签了我 你又不让我上场 你这人太怪了吧 他不断地磨 不断地磨 不断地磨 但是直到有一天他说 时候到现在上去 我才体会到说 原来之前的那段磨练的日期很重要 没有那段时间我上场会慌 没有那段时间我会把握不住机会 没有那段时间我上场的表现一定会死场 我以为我都预备好了 其实没有 因为他是我人生的教练 他知道什么时候是我开上场的时候 施雪耶翰在经历这些 我想在他的那个成长的过程里面 他一定听过父亲告诉他的那个预言 他是神的先知 他是神的先锋 他是要为神预备道路的人 可是怎么搞得老是把我都藏起来了呢 那个藏起来因为你是神的秘密武器 你知道吗 秘密武器 不能够先曝光的 他把你藏起来 是因为在关键的时候 他要用你发挥那个关键的影响力 而此刻呢 咬紧牙 忍耐 等候 预备自己 不要急得上场 时候到了 你的时刻到了 秘密武器 出效 那个时候你要为主做更荣耀他的事 再说 不要急 等候神 而在等候的过程里面 预备自己 上帝大大使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